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BB卡 我是星星 今天开门见山 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 身旁的这台别克最新的昂克棋 那接下来我们将用五个问题 带大家全面了解一下 昂克棋究竟是一台怎样的SUV 第一个问题 昂克棋的定位 那我们都知道别克在国内的一个产品线 其实已经是比较完善的 尤其是SUV车型 从小型到紧凑型一直到中型都是有布局的 但是更高级别的车型呢 在此之前只有原装进口的昂克雷 那这台车无论是它的定位还是定价 都比主流的中大型SUV要高上不少 因此别克终于是带来了这一款昂克棋 来填补在中大型7座SUV这个细分市场上的一个空缺 那在我们拍摄这段视频的时候呢 昂克棋其实还没有公布它的官方指导价 只不过根据我们得到的小道消息 这款车的价格区间呢 应该是会在30到40万元之间 那么与竞品相比的话 这样的价格呢实际上是会略微偏高一些些的 不过相对应的这整台车它的一个核心的尺寸 包括它的宽度长度又或是它的轴距呢 也是要比竞品来的更大一些 第二个问题 别克昂克棋的外观造型有什么亮点 那我们先从前脸开始看起 那这也是别克在近期呢 第一次使用分体式大灯的一个设计方法 接下来看上面这个细长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日行灯加上它的转向灯 也是使用了Evonique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它的一个发光会更加的均匀更加的好看 真正的大灯组呢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使用了LED光源加上Matrix的一个矩阵技术 可以投射出26个独立的分区 那么在夜晚进行会车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对于对方的车辆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遮蔽 好那其他的部分的话依旧是非常的别克啊 比如说这条贯穿左右的镀隔条以及硕大的钝形的进行格山 内部呢也是使用了一个智能降组的技术 所以说整个前脸除了看上去非常的霸气 非常的敦实以外呢 还有不少的一个科技感融入其中 来到车侧呢最最吸引我的亮点 实际上是它的这个超大的20寸的轮毂 并且呢因为它表面呢是使用了这种类似于电镀的材质 有点荧光闪闪 就非常满足这种美式豪华在我心中的这种印象 另外呢整个车身侧面啊你看不到太多那种风力的线条 或者是那种折角都没有 它整体也是一个比较圆润的感觉 会给你非常坚实的那种力量感 以及在地柱这边呢是有一个小亮点设计师的小心思 由于我们这台是一个比较深灰色的车啊 可能不太明显这一块实际上是一个黑色的贴了一个面上去 那么它与整个后面的挡风玻璃看上去是融为一体的这样一个效果 至于车尾呢说实话略微有一点点的中规中矩 就比如说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很像贯穿的镀银条 一直进入到两边的大灯组 那么为了强调它的豪华感 下面又放了另外一根镀银条 以及你们最最关心的一点 两边两个排气都是真的 第三个问题昂克骑的内饰表现如何 那说实话整个中控台的造型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用料 包括上面还有这边都是大面积的糖素 以及在这种接缝的地方呢也是别克一贯的手法 就是通过压膜的方式来做了一些缝缝的设计 所以小汽车还是有的 当然这边一块米色的大面积的部分实际上呢是一个皮质包裹的 只不过因为里面呢是一个硬的材质 所以呢可以说花了大成本 但是手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另外 仪表盘也是别克在高端车艇上常用的一个手法 两边都是实体的仪表 中间呢是一块显示屏 而且里面显示的内容啊包括丰富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除了传统的仪表之外呢 我们试驾的这台显示也是配备了HUD抬头显示 看起来也是科技感非常的十足 中供屏方面虽然整个面积很大 但是呢这边是实体按键 这边的话是一个触控按钮 中间真正的显示屏只有8寸 好在整个设计系统还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呢里面的功能也很丰富 同时支持苹果的CarPlay以及百度CarLife 其他再说两点 第一别克的设计师呢在这一块区域设置了两排按键 那完全是用来控制整个空调系统 以及座椅通风座椅加热 操作非常方便 不需要再去看屏幕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第二 昂科奇也使用了一个电子换挡的机构 并且呢直接是一个按键式的一字排开 既省空间又非常方便你的控制 第四个问题 昂科奇的空间表现如何 我们先从乘坐空间开始说起 那我现在是坐在前拍 调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驾驶位置 那么此时 我的头部空间大概是在一拳有余 另外说说座椅的乘坐感受啊 好的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 来吹毛求刺一下 就是说它两边的这个护翼的包裹性 并不是那么的太好 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当然除此外它的质感啊 包括座椅的支撑性 还是非常棒的 在前拍座椅保持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呢 我现在来到了昂科奇的第二排 此时它第二排的座椅呢 是一个最靠后的位置 腿部空间大概是两拳多 头部呢也是有一拳多的一个余量 另外它第二排座椅的靠背角度 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现在是最靠前 那往后的话它可以躺到这样 以及我把它的座椅 调到最靠前的一个位置 那此时我的腿部空间 大概人就有一拳的距离 现在呢我是在昂科奇的第三排 此时我的腿部空间 大概是有一拳多的距离 当然前提是把第二排座椅 调到最靠前的一个位置 刚才呢我也试了一下把它调到最后 那么我的腿膝盖 几乎是要顶到第二排的这个靠背上 另外第三排的一个乘坐感受啊 整个坐垫还是有一些短的 而且呢对于大腿的支撑几乎没有 只有说靠近臀部的位置才会有 不过第三排有自己的背架 有自己的储物槽 也有上面的一个空调出风口 那这些地方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夹分项 来看一下昂科奇第三排的一个下车的过程 那第二排的这右侧的座椅呢 是可以向前推并且呢整个座椅也是可以往前滑的 所以整个开口的面其实还是比较大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狼狈 好重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它最最神奇的一个后备箱的空间 打开后备箱可以看到在七座模式下昂科奇的整个 后备箱的容积呢为222升 当然也可以把它的第三排座椅进行一个电动的放倒 纯电动 那么此时它的电箱容积可以扩充到883升 当然你还可以选择把第二排座椅也进行一个电动的放倒 那么此时整个后备箱的容积会扩升到1970升 而且呢它第二排的座椅是会把座椅往下沉 然后靠背再往下 所以形成了一个几乎全屏的空间 另外第二排的座椅呢只有手动把它搬上来 但是第三排我们可以把它电动给升回来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好具体的车内的一些细节的储物空间 我们通过一段小短片来呈现一下 第五个问题昂克齐的驾驶感受如何 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先从它的动力总线开始了解 依旧是一台2.0T加9AT 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套通用的动力总线 最大公寓174千瓦峰值扭矩350牛米 那放在这台中大型的一个SUV上呢 少了些许的性能位跟爆发力 那更多的话是注重一个比较平顺的动力发放 那如果要找一个此来精准的描述整套动力系统带给我的感受的话 那我会觉得轻快 因为在这套动力系统的推动下 那你不会觉得这台车有多大有多重 包括它整体的动力输出你会觉得比较轻快 而且就算是拉到比较高转速的区间 整台车的动静也不会特别的大 另外驾驶模式如果调到舒适模式的话 你依旧用很粗暴的驾驶模式来对来 那么变速箱的反应大概率不会让你特别满意 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磨磨蹭蹭的 当然如果你调到普通的AWD或者是运动模式 那么你会发觉整套动力系统还是能够很好的领会你的驾驶意图 整个的降挡的反应比其他的推背感加速感 还是能够满足你的期许的 悬架方面昂格西采用了前曼辅逊后五连感的一个硬件结构 那么这套底盘的一个调校我真的是太爱它了 因为能感觉到非常棒的一个支撑性 整个车的稳定度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在经过一些坑挖的时候 你又能明显的感觉到底盘在极力吸收那些震动 所以整个底盘呈现上来的质感真的非常的棒 再加上昂格西带来了非常出色的AVH的表现 即便是在高速行驶时整台车对于风噪路噪的抑制都表现得相当到位 所以整体会带给你非常具有质感的一个驾驶感受 那其实今天上午一上走我就有一些小小的吃惊 因为很难想象在那么大的一台车上依旧能够拥有那么油润那么细腻的一个转向的手感 那这个真的开起来会让你觉得身心非常的愉悦 所以如果要概括一下昂格西的驾驶感受 那么我们说它的底盘的质感完全是对得起它车型的定位 同时它的驾驶感受又要比它的车型定位更现年轻 这个时间点让我来总结这台昂格西确实有一些小困难 因为我现在真的暂时还不知道它最终的官方的定价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台车在同级别的竞品中是唯一一款满足了所有功能性需求之后还能带给你不错的豪华感的车型 所以说就算它最终的价格会定的比较高一些贵也是会有贵的道理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BB卡的全部内容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AL频道 买车用车玩车更多首发内容都在那 好我是星星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